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 我是饶一鸣 旅居日本的中国政治学者朱建荣 从7月份在上海失踪之后 一直没有消息 目前有报道说 他涉嫌泄露情报被捕 目前在浙江接受调查 日本产经新闻引述 中国多个消息来源透露 朱建荣在担任旅日华人团体的代表期间 涉嫌收受日本政府的资助 将搜集到的中方政治军事等机密情报 提供给日本政府 目前仍是中国公民的朱建荣 是东阳学院大学的国际关系教授 该校发言人说 他们很担心朱建荣的安全 因为他的家人从7月份起 一直没有他的消息 9月12日安徽议人士姑贺 因声援异见人士张灵的女儿 张安妮上学之事 遭到合肥市公安局 属山分局的传唤 姑贺告诉维权网说 公安详细询问了 她在合肥为张安妮上学 举行抗议示威期间的活动 不久获释 今年4月份 因为10岁的张安妮 被合肥的小学拒绝接受 而不得不失学 引发维权人士集体绝食抗议 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多名参与抗议的维权人士 被传唤或是被拘留 张灵本人也被逮捕 张安妮在人权组织的帮助下 已经抵达美国 广西众族自治区桂平市政府 因修建大藤霞水电站 星期三派出大批武警到南木镇 抢行征地 征地期间警方毁坏竹林农田 与村民发生冲突 有村民受伤 至少5人被捕 同日 同属广西的防城港市 启沙镇政府 出动300多警力 手持武器到北港村 被抢行战友等耕地上 毁田开工 据现场图片显示 有大量头戴黑色钢盔 手持写有行政执法字样的 盾牌的特警 身穿迷彩服的武警 戴着白色头盔的城管 在村内列队前行 还有人手持黑色钢管 与村民对峙 包括中国家庭教会代表 在内的多个宗教团体 星期四在台湾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 警告中共对台湾的统战 正在借着宗教渠道 渗透台湾 请看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李同发自台北的报道 民进党籍立法委员田秋景 周四上午在立法院 举办一场宫听会 针对中共对台湾的 宗教统战作为 邀请包括中国家庭教会牧师 等多位代表发言 政府部门则有国家安全局 外交部 陆委会等部会官员出席 台湾本土色彩浓厚的 长老教会代表则表示 即使在宗教领域 中国大陆的教会 仍然在搞政治 代表法轮功团体出席的 朱婉琪律师则反问 世界各国哪一个国家 像中国一样有宗教局 宗教局的官员 在中国大陆是如何严厉的执行当局 打压法轮功的命令 然后一转头 又到台湾和台湾的宗教街人士 握手言欢 这种手法事实上就是统战 朱婉琪最后警告 两岸刚刚完成服务业贸易协议谈判 一旦生效 未来势必有大量的中共特务 依照服务协议的规定 带着掩护身份进到台湾 届时台湾不管是宗教团体 台商维权团体 或是支持西藏民主的社团组织 都将成为中共特务刺探 对付的对象 中国当局月前开始 大规模整治网络谣言之后 不断引发民众的批评 这一股严打风波也愈演愈烈 湖北日报星期四发布消息称 一位网民杜某 因为在网上看到一则 某地村民遭抢差人员 抢制看护的新闻之后 在微博上扬言成立了恐怖组织 专门击毙这些政府官员 谁来加入一起去杀了他们 之后湖北襄阳市公安局宣布 对杜某行政拘留五天 这篇报道还说仅襄阳地区 今年就已经成功处理 21起这样的案件 共有11人被行政拘留 另外当局也正不断对 传播力较强的大V名人下手 台湾媒体报道 包括朱立伦家族在内的国民党 四大家族密谋在9月底起义 推翻党主席马英九 要马英九为七合一选举败选负责 最新一期的台湾新新闻周刊报道 王金平之所以被撤除党籍 还在一戏之间从院长变成平民 主要因为是包括连战 吴伯雄 郝龙斌 朱立伦等 国民党四大家族联手密谋 要在9月29号起义 要求党主席马英九 必须为七合一选举的败选负全责 并推选王金平接任党主席 因而引发马英九不满 决定利用官说事件 开闸王金平 以上就是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 我是饶一鸣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